你有没有觉得现在天气是越来越热的呢 尤其是全台湾的北部还有东部的11个县市 是持续的高温炎热 吃东西呢真的是没有什么胃口的 不过呢业者也趁势推出了多款的新沙拉 像是呢家具卖场就推出了大分量的鸡肉沙拉 而超市业者首度开卖小包装的沙拉包 一包呢只要同板架 喜欢什么样料自己家 全台11线市高温拉紧爆 要在炎炎夏日消消暑气超市龙头 首开自主沙拉吧 怎么买看过来 今天的沙拉想要加点什么料呢 是蜗菊还是小黄瓜 又或者是要来一点彩色甜椒 在超市的大冰箱里头呢 有高达15种的沙拉配料 都可以根据你今天的胃口 今天的心情随心所欲的来做搭配 架上一包包蔬菜没有看错 最低只要同板架 甚至还贴心帮你切片切条切块 爱吃什么料想吃多少量 打开来就能直接成盘享用 就是会配看看突然好像不好吃 突然好像是看口味 它的沙拉酱 有些外面配好的沙拉 可能有一些东西是你不喜欢的 那就可以自己挑的话 可能就是会有更多选择吧 但要说CP值最高 美式卖场这碗真的无敌 凯撒沙拉打开一看颜色超级缤纷 是店内招牌之一 里面鸡胸肉口感又嫩又滑 沾酱肠又是另一种风味 一盒份量足够三到四人一起分享 瑞典家居卖场则是坚持现点现做 翠绿生菜垫底铺上肥嫩鸡肉丝 再来几颗小番茄点缀 最后撒上沙拉的灵魂起司粉就大功告成 价格只要百元出头 现在虽然只能外带 但订单同样天天饱满 像夏天比较热 我就会想要选一些比较清爽的沙拉 那这边都是新鲜线做的 我就会来这边选择这样当午餐 瞄准夏季商机 亮饭店卖沙拉 口味要独特要创新 才能真正抓住消费者的胃 东森肯定新闻许金鸣红沛鱼 台北报导